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2月13日 星期六 今天是大年初二 這支繼續是John Connor 跟大家說這個 內地的新聞 這個新聞是跟甚麼有關呢 跟一個挺有趣的話題相關 就是跟 中共說 大陸的男性 太過女性化 危害國家安全 所以這一節就跟 一個Terms有關 男子氣概 到底大陸 現在是不是 缺乏了男子氣概呢 又看看香港的男生 是不是又缺乏了男子氣概呢 甚麼為止男子氣概呢 這一節就跟大家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說之前 大家記得 支持 黃金二部曲 訂閱我們的Patreon Youtube繼續 支持五部曲 建設性留言 按like 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推介給朋友 當然不少 繼續點擊廣告 繼續無限loop廣告 看到藍絲的廣告 千萬不要客氣 其實黃色經濟圈很少就是有我們 用的這一種方法 就是叫做免費 吸聲大法 就是把 藍色 經濟圈 建制經濟圈 那麼喜歡落政府廣告 在這些網台上 我們就無限吸收你的火力 我們黃色媒體真的可以說得上 在這方面我們做得相當出色 因為大家看看 其實 對於黃店的那個批評 近來就開始很嚴重 事源太多 黃店被指 販賣的東西的質素真的太低 變相就好像 其實收緊一些支持黃色經濟圈的人的錢 但是交出來的貨就完全不合格 我們的模式有點不同 因為基本上主要大家就是 免費就可以 看到節目 還可以 無限吸收藍絲 藍色經濟圈的火力 所以這個模式 除非不能夠運作 如果不是這個模式 我們會盡量 繼續做下去 想這個模式 能夠 相信運作 其中一點 就是我們有後備平台 後備平台 包括Patreon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還有 還有後備的星期二日報 即使 第1個主戶口有問題 立即 下一個戶口補償 繼續探討回剛才所說的幾個問題 不過在詳細探討之前 跟大家分享一下新聞內容 事源 原來中國教育部在日前針對 過去 由上年5月開始 由全國政協委員 施澤夫提出這個 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 的提案 中國教育部到底 中國教育部就是中共教育部 中共教育部怎樣對這個 所謂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作出答覆 他的答覆就是 原來現在時下的中國 年青人 因為這個就是一孩政策 以及受到這個生活環境的影響 就會有油藥 自卑 膽怯這些現象出現 還有 就是這個社會 大陸社會 追求一個字眼 叫做小鮮肉 中共教育部就說 這樣的情況 就造成中華民族發展受到威脅 所以就制出這個 江洋之氣教育方針 聽到這些字眼 就覺得很奇怪 江洋之氣我們可以理解 但怎樣為之江洋之氣教育方針呢 中共教育部就等於中共宣傳部 中共宣傳部就是洗腦教育 原來洗腦教育正打算重新 設計過中小學的體育課程 要培養大陸的男子 擁有更加多的男子氣概 根據《紐約時報》中文網報導 為了解決學者和新聞媒體所稱的所謂 男性氣質危機 中共教育部就預計要聘請更加多的體育老師 重新設計過課程內容 消息一出 立即引起內地網民熱烈討論 當然是熱烈反彈 跟江洋之氣 青少年女性化的話題 標籤 標籤 標籤了之後 瀏覽已經超過 15億次 當中也有人贊成 說 如果大敵當前要保家衛國 怎麼能夠想像到一個良良康 的男士能夠 保衛家園呢 亦有網友大力批評 很明顯這個 說法帶有性別歧視 以及一個黑板印象 把這個男子氣概不夠的人 貶成說他良良康 大陸的官媒 央視 CCCV 罕見地跟中共教育部唱反調 非常罕見地竟然質疑 而中共教育部的所謂推廣新政策 在6日的時候 官方微博就寫 認為 男性 之所以 稱之為男性 應該 要在其他方面 又不是江洋之氣 那麼簡單 因為有男士 所謂有男士風度 男士的氣概 也有男士的體魄 幾種東西加起來 才稱之為男性的表現 這幾樣東西加起來 就是一種美的表現 只是江洋之氣 就是把那個問題簡化了 只是把行為男性化簡化成為 所謂江洋之氣 官媒直斥 教育不應該只是培養男人 女人也應該要培養 假如教育部的說法正確 其實是不是也要把女人訓練得像男人那樣呢 甚至乎有男性化的行為呢 我們反而看到有很多 香港的建制派人物 女士帶有男性化的面孔 例如梁美芬 以及 麥美娟 麥美娟也很有男子氣概 是不是 她要培養林鄭老母 因為她就是不具備 不具備此能力 是不是一個女士出來爆粗 要X人老母 就代表充滿這個 男性化行為 以及江洋之氣呢 我亦都罕見地覺得這次 央視說話就沒有錯 其實男士 亦都要在風度和氣概上面 就是要表現出來 才稱得上為男士 不然你就會想像到畫面 就會變成一群軍佬 全部 操得肌肉很大隻 全部變成大隻佬 舉啞鈴 給人的感覺就是 身體發達 頭腦簡單 所以這樣是不夠的 如果要有男士的氣概 一定要有 風度 風度再配合上以上所說的話 才算是 男子氣概 不過這個 說的話也是一個很表面的東西 真真正正要做到的呢 如果你問我 男子氣概是甚麼呢 男子氣概為什麼經常要用來補家衛國呢 大家就要去問一個問題 人類起初到底是怎樣的呢 人類起初生活在這個 原始社會裏面 就是面對著森林 猛獸 很明顯 男女有很大分別 很明顯男士拿來抵禦外敵 如果從一個部落的角度去看 就不難想像了 一個部落之所以能夠繼續生存下去 就是男士能夠 忽然之間很容易 團結起來抵禦外敵 這件事到了今天的世界 現在這個世界發明了 新的概念 這個叫做國家 其實就是一個超大型的部落 但是原理 天性也是一樣 也是為了要捍衛自己 的那個族群 的生存空間 男士基本上就是 絕大部分都被設計成有這樣的能力 換句話說 男士總有男子氣概最重要的 就是當他有需要 堅守保衛他人的責任的時候 就能夠挺身而出 而不是在做紀安的行為 哈哈爸爸也充滿著 江洋之氣 也充滿著男性化的表現 去做惡霸的時候 這只是惡霸的行為 而不是 男子氣概 男子氣概一定包含要對其他人負責任 有擔當 有承擔 願意 挺身而出 要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大陸的男子是不是開始缺乏了這一種江洋氣 很明顯大陸跟香港比較 有一個問題 就是大陸 缺乏了 責任 責任和擔當 正如剛才那節所說 當一個社會發展到道德淪亡 覺得 人吃人不是問題 與其我被人出賣 不如我首先出賣其他人 讓我負天下人 莫比天下人負我 那時候 何來責任心和擔當呢 當這一切 都沒有的時候 所有做的行為 只是惡棍的行為 跟男士 跟女士是沒有關係的 更加也很難想像你怎樣去保家衛國 本身你就在 殘民自肥 危害國家 危害整個族群 危害整個部落 雖然香港人 很多都是所謂 和理非 我覺得是時候要告別這個字眼 首先 我們要求大家 不說要求 希望大家新年進步 昨天也有說 進步的意思就是我們 其實有改善的空間 很多人之所以說自己是和理非的原因 就不是因為 他完全支持 原則性的和理非 原因是因為他發現自己 沒有換上一個頭套 跟頭盔就衝在前線 去示威 他就說自己 我也沒有衝到前面 那麼我是一個和理非 這個解讀是錯誤的 其實跟我們很久之前去分析 勇武和和理非之間的分別 是一樣 真真正正 看你是否所謂勇武和和理非 是從你的心出發 不是從你的行為出發 勇武的朋友一樣是可以做和理非的行動 一樣可以陪大家出席和平的集會 一樣是跟大家一起叫口號 分別在於 所謂勇武就是在於 當要保護其他人的時候可以挺身而出 所以當 抗爭者願意挺身而出 去保護其他人的時候 無論他是男也好 他是女也好 那個也可以稱之為勇武 香港人在苦難之中磨煉 從過往真的很和理非 可能很沒有男子氣概 再到了19年 20年 磨煉出 這種氣概 當然那個氣概還是很微薄的 希望大家 能夠增強這方面 的能力 不在於 是不是有 體能 不在於是不是有一身的肌肉 而是說 你是不是對這個族群 整個 族群擔當 負責任 這一節先跟大家說到這裏 拜拜